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讨论举办庆出越南人民郡建军80周年和全民国防市35周年活动的计划 根据省军事指挥部和有关部门 关于举办庆出越南人民郡建军80周年1944年12月22日至2024年12月22日 及全民国防市35周年1989年12月22日2024年12月22日活动至今情况的报告显示 成功举办了2019到2024年省武装力量节胜竞赛大会 在全省武装部队组织学习于进行胡志明思想 道德和作风宣传竞赛活动 全省武装部队学习越南人民郡建军80周年继全民国防日35周年竞赛 会上 圣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阮商雄要求同南省军事指挥部和有关部门 要协调落实多项内容 终点继续通过丰富多样的大众媒体 推动机关 社会政治组织 共会和人民的宣传工作 A是和每个对象的形势 终点关注对小学生 学生 年轻人和劳动工人的宣传工作 同时 要加强群众动员 政策落实 走访松利 祝贺等活动 传统新形势下胡不破部队的形象和品质 连接军民 交通运输部刚刚向政府办公厅 发出正式罕见 就胡志明市 龙城 游业高速公路项目的胡志明市 龙城路段扩建投资计划征求意见 交通运输部同一企业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投资规模 为二环路至三环路的路端有罢车道 从三环路到便和头顿高速公路交叉口的路段有时车道 新的龙城带桥与先有桥梁的规模相同 关于投资形势 交通运输部支持调动100%资本扩大投资 组织运营和开发的计划 征守通过同奈地区的胡志明龙城路端的资本回收费 目前 教育培训部正在制定2025年期高中毕业考试规定策案 预计2025年高中毕业考试将为每组考生 提供两套独立的考选 去此 明年的考试将有两套考选 包括一套针对新通式教育课程考生的考选 和一套针对旧通制教育课程考生的考选 组织2025年高中毕业考试分成两套单独的考选 是为了保障2024年及往年未毕业考生的权利 美国新闻网站报道援引三位至情人士等话称 白贡国防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将于下周访华 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去消息人士透露 即去年11月 两国领导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去行美中奉会后 沙利文和王毅预计将为近年年底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溃面奠定基础 沙利文先生的访问定于8月27日至29日进行 当时美国正处于总统大选期间 特别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和他的对手唐纳德·特朗普 对中国都采取强硬立场 特别是在关税问题上 但被问及沙利文访问中国的计划时 白贡和中国外交部没有作出回应 德国警方称 8月23日 西德索林更是一场节日期间 发生迟到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3人死亡4人重伤 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左右 对点为福隆霍夫中心广场 当时乐队正在庆出该事件成650周年的节日期间进行表演 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迟到袭击堕人 目前仍在逃 警方确认了上网人数 并要求人们离开市中心地区 德国内政部长赫伯特·卢尔视察现场时表示 这是一次有针对心的袭击 但没有具体说明袭击者的动机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